警方拘捕了9个人涉嫌骗取防疫抗疫基金 有关零售业、美容院等一次性资助 行动中警方检获商业文件 电话、电脑、偽造价商业登记证等 被捕人士提供假资料、地址和文件 俄清自己在指定日期前已营运相关的业务 又会偽造商店相片 以证明自己符合申请资格 案件涉及20个资助申请 包括7个零售业、13个美容、按摩院 或者派对房间等资料 一共126万 被捕的六男三女 年龄介乎24至63岁 当中有人以同一住所地址申请多项资助 有些人士同时申请 可能用同一个地址申请零售业资助计划 和派对房、美容院、按摩院资助计划 无论申请本身成功与否 都是会干犯诈骗罪的 一经定罪 最高的刑罚是监禁14年 的资助サ组